好啦 鄉親啊 繼續來看 今年的興大分風中 在南島的中興新村的班長 有六十六位的教育人員 跟九位團體接受到標榮 其中南島館有八位優秀的教育館 跟平和國秀的交通的志工隊來接受 應用不一樣的方式 為孩子來付出 受到大家的肯定 今年興大分風中 在中興新村基盤兩中的班長電力 表演為教育方向付出的應援和團體 我這麼付出的老師 在職場上 在我們的教學現場堅持這麼久 我們沒有給予表揚 我真的會良心不安 今年興大分風中 在中興中都有讓人感動的告訴 比如在中興高中 學會的技工李清新 雖然在中興二馬比前行動不變 不過對學校的工作進行進力 今天高中的老師丹瑞瑩 是兩位伴到三天的孩子來學習 有事情的時候都來找我 所以我盡了一份力量為學校服務 山上孩子比較不一樣 是因為他們真的學習動機比較低落 然後需要陪伴 那我的角色可能是家人的角色 會佔比較大 另外平和高校高同志工 對他也在到團體中 有三十多位隊員 大家不怕辛苦 不小心上下課來維護高通安全 那這次除了說 學校的教育工作者之外 也有重視到家長對於學校的付出 都有保在中興高中 用心的幾位協助基盤班中電力 高雷志定對高雄成萬日前的營館 因為有陰的付出才可以讓小孩 最好的環境尋到